我们见组就六个人 王老师 您是六个人之一 杨岛 对 美术彭曼丽 那带眼镜那老头是 曾光孙永福 孙永福 然后我 我当时确实是导演助理 那旁边那个就是 当时的剧舞 定演员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跟中国戏校的一个 叫朱震东的一个唱老生的老师 跟我哥哥同伴 我们就到这个经济院去找演员 当时找的谁呢 找的中国经济院 他的一个好朋友 叫张连祥 对 张连祥说我这儿 我去不了 现在我是团长了 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哥们儿 也是我们北京经济院的 但是又给分回到 北坤 北坤 刚唱完一出戏 叫《三道芭蕉扇》 对 他那八戒演得好 您就演过猪八戒 我演舞台剧 你说就在我楼上 说现在我把他叫下来 这么着张连祥就上楼 您等于是挑演员这事也办 我们那时候什么 就五六七个人 没跟你说吧 后来就是剧组成立了 我们进剧组 全都是什么都干 什么都干 那时候我来组立的时候 就是等于在出发之前 都没最后敲定 后来呢 就是我到了组里去 完了之后 见了导演 导演就是说临时的 对表演 对各方面没意见 对 就是说你先演个小品吧 戏曲演员 我那时候是戏曲演员 戏曲演员跟话剧演员 不同的一点就是 容易带范 不是 他不是 不会做小品 他有罗精那儿 对 他老是这个 小话脸就是 他老想亮相 是吧 这个武生 他是老 一看什么 一看哪 他老亮相 对 所以导演让做小品呢 当时就说 做了一个小品 临时现编了一个小品 然后 说你把现在你台上演的 你给我来一遍 台上演的这个 正演这个三大 三大八家战 这个演的这个呢 就是这个猪八戒 我就要演 演哪段呢 就是扇子一下 用这铁山公众 一下子把孙悟空给扇走了 猪八戒跑出来找猴哥 导演说你来这一段啊 但是我刚要来啊 我告诉你 我不能看出罗精来 我说 我一琢磨 我说 瞧吧 因为咱们是电视剧 不是戏曲啊 对 按戏曲是 他 猪猪猪猪猪猪 我来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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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他再带东西的 再带身段 我这一上 他说不要看那什么 我就琢磨了 这真是临时 那真是很快是不是 完了之后就来了 然后我就是 我这上这 猴哥上哪去了猴哥 猴哥 猴哥 还不敢嚷 怕让铁山公主听见 猴哥 猴哥 你这上哪去了 猴哥 猴哥你跟这儿呢 我就来这么一段 当时呢 也就过去了 然后就让我再编一个小品 这个猪八戒 我就编了一个猪八戒 什么学本领 后来我记得 你跟我说是诚如 偷偷地告诉你 对 结果那个时候 我这一边演着 我就注意他们几个 这也是跟评委一样 做台底 这也算是发现您的人呢 是啊 我就注意他们这些感觉 我看着 首先是注意导演 我瞧导演一直在笑 我就觉得好像 有点戏 有点戏 就觉得他能懂我 我完了之后 成了说那意思你 等通知 完了之后呢 这是心理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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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是不演猪八戒 你演个别的行不行 因为我没演过电视剧啊 我说演别的也行 我说这是个学习的机会 我倒是也可以 让我演就很高兴 这时候呢 就让诚如把我送走 诚如跟我出来之后 就跟我说 导演 因为这是第二次了 等于跟富士一样 诚如当时就跟我说 马老兄 那时候就叫我马老兄 马老兄 我跟你说 导演这几个 比较 对你啊 这个 更满意的 对对 挺满意 是挺满意的 这好重要呀 这么一说的话 西游记这部作品 李诚如老师是 有相当大的功劳的感觉 杨导说我们 台前仕途死人 猴子 八戒 沙曾 沙曾 唐曾 唐曾 我们幕后还有师徒四人 杨洁 王中秋 我 徐晶星 做剧家 徐老师 做剧家 对